我们要谈到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病毒 我是全世界我告诉大家的这一年来 今年年底共产党会重新放毒 而且会非常的危险 从美国西边到东边从非洲过来 你说他我咋就蒙那么准呢 那是情报不是蒙的 我再告诉你共产党还会放毒 在奥米康之后我以为他不放毒了 最近获得了情报还会放毒 为什么知道吗 最近几天国内的人 党内的人给习近平习太阳 正在加大马力的劝说习近平 要逮住这个时机干掉美国 中美必有一战 早战比晚战好 既然要战就战赢他 既然要打就打腾 绝不能给美国这个机会 美国亡我中共不死 不管咱干啥他都要亡咱 那不如咱把它亡我 杨洁篪啊王毅啊 军方要领啊 王岐山啊 还有那些所谓的 像中国的所谓的极左派啊 真的很危险 现在听说这是今天七哥是 第三个月来再报的第一次最新的消息 听说国安委的人 国家安全委员会又成立了特别 关于冠状新型病毒控制小组 记住啊这个词控制小组 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控制小组 没说奥米康 你以为是控制让你不传染是吗 他现在是要控制往哪传染 让谁传染 成立这个里边是比上一次的 所谓武汉试验室泄漏处理的 那要高的多的多 这个不是好消息 我专门请教了科学家 科学家说 如果他要这么干的话 可能就真的要放最毒最毒的毒 他甚至都在我知道之外 我告诉他我知道 大概这七个人 我知道四个人的名字 我念到第三个人名字的时候 把他吓一大跳 他说这个人要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王沪宁没有在任何小组 这里边有王沪宁 他说王沪宁要在这里边 可能是就了不得了 还有另外一位少将的名字在里面 这个家伙那是可就坏到家了 他说这是个精神病 就像当年的希特勒的戈佩尔一样 哇塞 这是对我很震惊的 就说这次要 他跟美国的较量兄弟姐妹 一定要记住 美国人一定最终搞明白的 一定能搞得明白的 这点你们半点不用担心 不要看具体的什么动作 但是这场冬奥会 2月14号之后 病毒的去向和共产党 打不打台湾 和共产党和美国的较量 一定会走上一个新的不同的高度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上天让其亡 必让其仓狂 他仓狂的时候 关键带走谁 他别带走这么多好的中国人 这是我们爆料革命心中最担心的 他们将决定词 冠雪橘默 lev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